这个国王也太坏了 居然把全国的女人都关在家里 也许是老天惩罚她 她的众多妃子接连生了60个女儿 愣是连一个儿子都没看到 一气之下她废掉了几十个嫔妃 即使如此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重男亲民 而在她的王后即将临盆至极 她向上天祈祷一定要生个儿子 国师更是预言 这将是将精灵国带向更高辉煌的继承人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世界的图书馆里 女孩子已经在图书馆住了一个月了 只因她觉得书本太神奇了 可以了解到几百年前的人在想什么 突然间 她翻到了一本神秘的书籍 里面讲述的正是星月大陆上的事 精灵国度 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度 扯诺 精灵国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她以雷霆手段平定了叛乱 并将精灵国带上了辉煌的时代 但是她却是一个偏执的君王 在她上任期间 一切文官武将都失去了女性的身影 这位钢铁君王以各种理由 将女性赶出了公众领域 将他们困在了家庭之中 她一心想要一个儿子继承王位 可悲催的是公主倒是生了一大堆 愣是一个王子没有 在王后生产当日 精灵国上下万众期待 画面一转 女孩看书入神时 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随着书本落地 一道光滑闪过 女孩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等在睁开眼视 她突然惊异地发现 为什么这个画面这么真实 不过 这个王座上的国王好帅呀 但离奇的是 他们的谈话居然能被自己听到 原来她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但倒霉悲催的是 她居然穿在了王后 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更加巧合的是 王后居然也给她起名叫做雪宇 没错 她变成了小婴儿 而国王抱起她的第一件事 竟然直接掀开了她的小妹妹 皇宫门前的广场上 国王高举婴儿向百姓宣布 精灵国喜的王子 但是她并没有变成男孩子 这个在国民恋前 接受祝福的小王子并不是她 皇宫内 女孩可怜兮兮地躺着 我才是王后的孩子好吗 而王后也很无奈 此时国王已经招到天下 她诞下的是皇子 次名招班 而可怜的雪宇却成了孤家寡人 原来这个偏执的国王 竟用弟弟的孩子冒充王后之子 为了保守秘密 更是达掉了招班的生命 甚至所有知情者都被中下了禁止 而雪宇却即将被送往神志塔陷阱 得知这一切后 穿越而来的雪宇悲痛欲绝 这种噩梦级别的开头 让我怎么活呀 这个小公主也太惨了 刚出生就要被亲爹扔去喂狼 原来国王想生个男孩来继承王位 居然用弟弟的儿子代替亲生女儿 甚至为了保守秘密 亲手挂掉了弟妹 处理好一切的国王来到女儿面前 他一点也看不上眼前这个小不点 促虏地将她拎了起来 就这么个小东西一点也不可爱 此时的小公主心中这个憋屈 你不喜欢我我还不喜欢你呢 只听国王冷冷地回头吩咐 把招班王子带进来 王后你记住了 这才是你的孩子 然后嫌弃地看了眼小公主 至于她呢 就送去神志塔吧 而所谓的神志塔 竟是献祭之地 被送去神志塔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但据说灵魂会被神招难 小公主一听顿时就大哭起来 我呸 你是不是我爹啊 哪有这么狠心的 而王后文言瞬间崩溃大哭 她疯狂地替女儿求情 血雨毕竟是我的亲生孩子 请王上饶了血雨吧 我会把她送走的 不会让人知道她的身份 幸好这个冷面君王 还有一丝恋意之心 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句 以后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她 一辆马车从皇宫里悄然驶出 在偏僻处 王后将血雨交给了一名男子 从此以后 他们将天各一方 各自安好 永不相见 纵有万般不守 王后也是无可待 就这样刚出生的小公主被送走了 几天之后 一座小城的郊外庄园内 一群侍女正在窃窃私语 听说男爵抱回来一个孩子 她都有三个儿子 居然还在外面有了孩子 男人可真个个都是大猪体啊 可怜的夫人 现在一定很伤心难过吧 而此时在男爵的房间里 夫人看了面前的信件后叹息不已 这孩子还真是个苦命的人啊 突然 慌张一声房门被人推开 来源是男爵的次子阿纳尔 以及长子穆利尔和小导弹鬼艾弗里 原来他们从仆人那里得知 自己的父亲居然带回来一个孩子 维尔男爵正好表示你们过来看看 这件事你们也必须要知道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你们的妹妹 她以后就叫做雪雨维尔 老二阿纳尔一听瞬间上头 我才不认这种小三的野种呢 她的身体里流淌着坏你们的血 雪雨听了气得咿呀咿呀 恨不得张口骂人 可惜她还太小不会说话 而就连平时矜持懂事的大人 都对小雪雨投去了冰冷的目光 哎呀妈呀 这也太吓人了 这些小孩子好像都不太好相处了 那么雪雨在这里 到底能不能安安稳稳地长大呢 18岁大姑娘穿梭成了小婴儿 竟被一群人围观洗澡 还要当众患尿不湿 自己光着屁皮任人摆布 这场面未免有些太尴尬了 此时的雪雨恨不得能够晕过去 但这还不是最最紧迫的 还没断奶的她被母亲忍痛送人 但来到新家又遇到了三个可怕的哥哥 老二更是怒斥男爵老爹败坏门风 都50岁的人了还为老不尊 而小倒蛋鬼更是语出惊人的问老爹 小三是谁 男爵一拍脑门 完了呀 这场误会是闹大了 而了解真相的夫人帮忙解释 我已经原谅你们的父亲 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 老二听了气愤的大喊 妈妈这样太不值得了 就应该让这个老头滚去和小三在一起 夫人眼看情况就要失控 赶紧严厉制止不要再深究这件事 谁都不许再说了 我只知道雪宇现在是我们家的孩子了 老二一听 气得差点被够气去 转身就怒气冲冲地摔门离去 男爵夫妇都有点无奈 看来孩子们好像不太能接受了 可是那位对我们恩重如山 雪宇的身世是绝对不能曝光的 只能由你这个当爹的来背过了 就这样小雪宇在维尔加安顿了下来 虽然哥哥们都很讨厌她 但其他人对雪宇都很不错 特别是夫人更是对雪宇视如己出 这一天夫人抱着雪宇来花园散步 小雪宇依然自得地享受着眼光 忽然看到老二和他的旺财在乱耍 而老二看见妈妈怀里的雪宇就来起 他看向手里的逗狗球 脑袋里就是灵光一闪 拿起球就向雪宇的头上砸去 嘴里还大喊 旺财 捡回来 结果比熊奔着夫人就扑了上去 直接吓得一群人惊慌大叫起来 夫人一个猎起 脱手将雪宇摔飞了出去 直到此刻 老二才露出了惊吓的表情 从没见过这样的坏哥哥 竟然放狗咬自己的妹妹 大狗狗扑过来时大家全都吓傻了 小婴儿更是脱手而出飞向高空 随着一个漂亮的自由落体 小雪宇滚落在了草地上 这可把他疼得够强 心底嚎啕大哭 呜 疼死我了呀 夫人急忙把他抱起担心的茶看起来 天啊 这头上是不是起了个大包 而男爵也及时赶了过来焦急地询问 雪宇怎么样了 脑子要是摔坏了可怎么办 小家伙被摔得眼泪横流 你猜脑袋坏了吗 我只是疼啊 经过医生的一番详细的检查后 确定只是皮外伤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夫人愤怒地指责阿娜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如果雪宇有个三长两短 你如何交代 因为此事处置了你的旺财会怎样 你的良知都让旺财吃了吗 罚你闭门撕过三个月 赶紧滚过来 给你妹妹道歉 被叫去了一顿的阿娜还有点不服气 老大也按着她的肩膀 说她做得太过疯了 而小导弹也悄悄告诉了二哥一个命 这个女孩是个魔女 可是惹不得的 你可真笨啊 老大审问小导弹是不是做了什么 吓得老三慌忙摇头否认 我什么也没做啊 没曾想老大一把将她拎起警报道 对普通人使用黑魔法的话 你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小导弹鬼被吓坏了 只好实话实说 大哥饶了我吧 我只用了最低级的黑魔法诅咒 他受五筋肉 结果发现他居然对一切黑魔法免疫 这不是魔女是什么呀 老大有点无语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不给点赞的小伙伴使用呢 而当阿娜尔不情不愿地来到床边道歉时 他居然莫名的脸红啊 但实际上薛宇早就注意到了 在他摔出去时 阿娜尔那焦急紧张的样子 他其实并不想伤害我 只是孩子气得想给我这个外来者一点颜色而已 想及此处薛宇对着他摆出可爱的笑容 嘴里还模糊不清地叫了声哥哥 这一下可是把阿娜尔整得满脸通 他居然对我笑了呀 他瞬间感到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望着薛宇递过来的小手 不受控制地握了上去 这种感觉也太奇妙了 原来有个妹妹的感觉竟然是这么好 阿娜尔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击中 而男爵夫妇注视到这一切 也终于彻底放下心来 毕竟是个小孩子心里就是单纯呀 而让薛宇始料未及的是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快被这二哥烦死了 从没见过这么老六的哥哥 之前还放狗咬便宜老爹带回来的小婴儿 而如今两天不到 就被这个小婴儿蒙翻了 面对着一压学花的小学语 阿娜尔居然毫无抵抗地投降了 小导弹还纷纷不平地抱怨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零碎的小婴孩吧 老大却对着他一顿吐槽 你这么爱导弹也不像是四岁的小孩呀 自从那一天后 阿娜尔总是往小婴儿的房间跑 一天至少要来食堂的那种 面对着他的兴致勃勃 夫人只有提醒他妹妹要睡觉了 阿娜尔劝说母亲去休息一下 自己在这看着就好了 见此情况夫人也很欣慰 儿子似乎长大了呀 但这对学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看到学语一动不动地睡觉 阿娜尔瞬间紧张不已 这不会没气了吧 伸出手指就捅了下他的小胖了 Q弹 柔软 好好玩啊 动了呀 妹妹还活着呀 接着他的手指就不停地戳来戳去 喂 你最喜欢的哥哥来陪你玩了 本大爷就在这里 你还不快点醒过来啊 小雪语被鸡里呱啦地闹音吵醒 我好像梦见了一万只乌鸦在吵我 不会是这个坏小子吧 他挥舞着小拳头咿呀呀地表示拒绝 困死我了呀 你这个坏蛋 而这一幕落在老二眼里 却被理解成了你这是想让我抱呀 雪语的内心在呐喊 你快走开呀 我要睡觉了 可是阿娜尔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 还好脸皮地自言自语 那本大爷就勉为其难地抱抱你吧 要知道老三可从来不敢向我开口要求了 他笨手笨脚地将雪语提了起来 哇塞 妹妹好软嘛还香香的 再看雪语却是紧张万分 这个笨蛋抱得我好难受啊 可千万别摔着我了呀 他手足无措地搂向了阿娜尔 阿娜尔这个老六却一下子误会了 原来妹妹这么喜欢我呀 他抱着雪语欢快地晃动起来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你了 但此时的雪语已经快要昏过去了 他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坏家伙没事就往我这里跑 害得我都不能安稳睡觉了 就这样小雪语煎熬地过了三个月 夫人每天都细心地照顾他 但是他有点疑惑 为何雪语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 可他哪里知道 雪语每天都被迫和阿娜尔玩耍 这小子完全把他当成了玩具了 小女孩刚一出生就会做数学题 12岁孩子做不出来的难题 居然被小婴儿轻松答对了 原来男爵老爹出了一道奥数题考验他们 一加一都会算错的老二 看着如此大的数字 瞬间满脸冒汗只能瞎蒙 老大嘲笑他蒙都能蒙错 可真是笨蛋 就连三岁的老三都选对了正确答案 雪语他也有点好奇 到底是啥样的题啊 等到他爬到镜前一看却傻眼了 这不就是我们地球上幼儿园大半的水准吗 男爵见到阿娜尔又答错了 哀声叹气地就要把他送去当和尚 阿娜尔顿时就急了 我的目标可是成为冲锋陷阵的骑士 老爹也很无奈 自从彻诺国王登基后 在我们精灵国可没有目不是钉的骑士 小雪语再次听到彻诺这个名字 他就火冒三丈 都是这个家伙我才落得如此下场 他爬到面板前仔细看了下题目 恰巧此时男爵催促阿娜尔第二题选什么 阿娜尔瞬间抓狂 这么难的题目 我哪里会做 评论区的小伙伴有会的帮下他吧 就见小雪语咽咽咽的指了一个选项 阿娜尔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 顺嘴就说了出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蒙对了 他抱起小雪语就是趴几下 你真是我的小福星呀 被晃得晕头转向的雪语心里这个气 还不是你小子基础太差了 啥也不是 这一幕看的男爵都冷汗直流 老三艾弗里立马控诉二哥弄虚作假 还指出都是这个小魔女教他的 阿娜尔好不容易答对一次 他哪里肯承认啊 立刻愤怒地反驳 男爵站出来指责阿娜尔不好好学习 但也同时质问艾弗里 听说你对妹妹使用了诅咒术 听闻此话 雪语都快气疯了 这个导弹鬼居然对我使用了咒术 我真想撕了你啊 就见艾弗里可怜巴巴的解释 小雪语愤怒地哇哇大叫 我总共才几斤几两 你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啊 就见艾弗里狠狠地扫了一眼雪语 吓得小雪语心中砰砰直跳 总感觉这个小鬼不简单 他不会是发现了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吧 不过我可不想说那么多呀 还是转让给喜欢点赞的小伙伴吧 小女孩从小就被人欺负 就因为别人有哥哥而他没有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穿梳后居然有了三个大帅哥当哥哥 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帅的那种 可是等他睡醒睁眼 我晕 这居然只是一个梦而已 清醒后的小雪语不禁有些失落 但想想有点不可思议 话说我还真的有三个哥哥呀 虽然都有点不靠谱 可他们长大了真的会是很帅的那种吗 回想梦里的阿纳尔真的好温柔啊 不过要是在聪明点就好了 大哥穆丽尔也不知道会啥样 可是艾弗里他居然用魔法诅咒我 那小子肯定成不了一个好哥哥 正在胡思乱想间夫人来找小雪语 今天要去城里采买打算带上他一起 在换了9972套衣服后 终于在雪语崩溃之前选好了衣服 而阿纳尔听闻后立马凑了上来 因为每次出远门 夫人都会很大方的买好多领 在被夫人言辞拒绝后 居然又厚着脸皮说雪语想他会哭的 而夫人其实也已经知道 最近雪语被他烦得够强 如果没有他打扰雪语会更开心呢 在甩掉了烦人的阿纳尔后 异行人顺利地来到了城里 望着类似地球上古欧洲的建筑风格 小雪语对这个世界有了些许的了解 接着又听到路人谈论起神之塔 原来这个世界相信神的存在 据说还会授予人们魔法的能力 小家伙不禁起了好奇心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会魔法呢 夫人来到了一家甜品店 她想着给阿纳尔带回去一些作为补偿 不过刚入门就被人叫住了 眼前三个衣着华贵的人在打着招呼 可是怎么看他们都有古绿茶的味道呢 其中一人开口就接人伤疤 这个小孩子就是传说中的小三的吧 雪语听了只喊糟糕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几个夫人还在七嘴八舌谈论着 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男爵夫人 也是啊 你家里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换作是谁都不愿意出来见人呢 维尔男爵真是太过分了 至今都没有把那个女人交代出来吧 是不是还想着保护她呢 可恶的女人在说完这番冷嘲热讽之后 居然还眼嘴露出了阴影笑 而其他人也是近乎冷漠地 说着假意同情的话语 此时的夫人心中有了些许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进来这里啊 而徐宇看到有人欺负夫人 她又会怎么做呢 没想到小家伙却用着模糊不清的声音喊着妈妈 这可把夫人感动得要哭 雪宇竟然会叫我妈妈了 没想到小家伙对着她的脸又是趴吉一下 这下可是把夫人蒙得愣在了当场 同样被蒙翻的还有吃瓜的三人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如此可爱 夫人开心地解释 这孩子就是太年我了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比亲生的还要亲呢 同时又趁机反驳道 女人啊也别把男人看得太重 有的时候可靠贴心的孩子比什么都强 说完还爱怜地摸了摸虚语的小脑瓜 这一大一小恩爱的甜蜜场景 直接把大嘴巴心惊女气地攥紧了手 原来她的孩子至今还被寄养在外面不能回来 但她立刻岔开了话题 向着旁边的艺人拍起了满屁 这位露斯夫人可是了不起呢 她的姐姐是小王子的贴身侍女 现在可是陛下面前的红人啊 不过露斯夫人听了确实眉头伸索 姐姐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据说上一任侍女不知道何故都被处死了 最近宫里头的侍女每隔半年就会换一场 这些话听得小雪宇心里就是一颤 这肯定是国王怕王子的身份被泄露 从而对宫里的侍女们下了黑手 史书里也记载了 维尔一家对雪宇非常好 在这里雪宇平安地度过了儿童时代 遗憾的是 在国王和王子得知她的下落后 她的人生就陷入了无力抗拒的悲惨境地 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任人摆布 想到这些小雪宇就愤愤不离 既然我开始了这段人生 那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可是在这个世界 怎样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当她看到一本魔法入门的时候 心里立马就有了主意 看来只有学会了魔法才能靠得住 就在夫人给大王子买了好多书时 小雪宇也一压压地指向了一本书 夫人她有点纳闷 这个字都不认识的小孩子 怎么会喜欢书呢 而小雪宇在接过书的一刹那 便坚定了一定要学好魔法保护自己 一岁小女孩居然会看书十字 面对琳琅满目的玩具 漂亮的衣服她都毫不动心 就在大家猜测她会选什么礼物时 雪宇居然抱起一本名叫《魔法入门》的书 然后还有模有样的翻看起来 这一幕看得夫人眼口大笑 侍女们都惊呼太神奇了 三个月大的孩子竟然爱看书 但其实小雪宇的内心也同样震撼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文字 与我原本世界的并不相同 但我居然全部都认识 她从书中得知 星夜大陆的魔法被认为有两种源头 一派认为神创造了世界 而咒语则是解锁这些神力的密码 而另一派则认为 神创造的世界由各种元素组成 魔法的咒语有自动排列元素等功能 总而言之 要掌握魔法就要先学会咒语 正当小雪宇沉浸在学习中时 一旁的侍女却拿起动猫棒逗她玩耍 雪宇都快要被气疯了 难道我看上去就那么傻吗 做个小婴儿也太难了吧 要知道我只是想安静地读书啊 突然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安静看书的大哥 作为一个15岁的大男孩 家里的侍女仆人是没有谁敢打扰他的 雪宇用羡慕的眼光思考着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很快就到晚饭的时候 小雪宇还在捧着书津津有味地看着 夫人有点奇怪 不知道雪宇最近为什么不喜欢睡觉 只喜欢抱着书看 话说这么小的孩子真的能看得懂吗 而老三爱福利可下抓住了机会 我就说他是一个魔女 你们还不信吗 但换来的却是阿纳尔若狠狠的警告 维尔男爵却很开心 小孩子长得飞快的 再过段时间雪宇就能坐在桌子上吃饭了 话音刚落 突然趴的一下 房间陷入了一片漆黑 雪宇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也会停电 突然 一团火光毫无仙照的生气 只见慕丽尔手中缓缓释放出一团火焰 接着就见他大手一挥 搜的一下 一只硕大的火凤凰在屋内盘旋飞行 雪宇瞬间就惊呆了 但是他马上又兴奋起来 这就是魔法了 只见火凤凰快速地点燃了墙壁上的烛台 一刹那屋内就亮如白昼 小雪宇彻底被慕丽尔震撼住了 原来大哥竟然是个空火的大魔法师 你能想到吗 眼前的这个男孩居然是个大魔法师 他随手一挥就能放出漫天火焰 而这一切让雪宇崇拜不已 从那天以后 他总是偷偷爬到大哥门口 幻想着自己也可以学会魔法 但冷漠的大哥却总是把他拎起 送到夫人那里告状 让人把雪宇看好了不要来打扰我 此刻的慕丽尔仿佛就是一个恶魔 吓得雪宇大气都不敢出 他终于遇到了这个世界里 第一块难砍的骨头 无论自己怎么耍宝卖忙 这个大哥都会无动于衷 而15岁的慕丽尔则是标准意义上的学霸 在大众教育还没普及的精灵国 他因才智出众被闲者看中 破格推荐进入宫廷学校读书 可是他性情冷淡 除了学习外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 这一天在宫廷学校外 阿纳尔奉命来给大哥送东西 却看到大哥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少女 一个女孩还主动邀请慕丽尔共进午餐 慕丽尔看向雪宇后灵机一动 一把将雪宇拎了起来 转身回答道 对不起 我还要照顾妹妹 这一幕让阿纳尔两人都大吃一惊 大哥什么时候照顾过雪宇啊 而那个女孩听到后果然失望地转身离开 慕丽尔只有解释那是公爵的女儿 我们都得罪不起了 原来男爵在所有局位中是最低的 而他们维尔加恰恰只是男爵而已 慕丽尔望着离去的公爵之女 心情不错地说道 雪宇这个道具还挺好用的 接下来他居然把小雪宇带进了课堂 只是为了当作挡箭牌 避免被其他女同学打扰了学习 雪宇望着滔滔不绝讲课的老师 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原来魔法的咒语竟然是这样的 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地讨好慕丽尔 但始终是毫无进展 如今却误打误撞地得偿所愿了 慕丽尔看着正在认真听课的小雪宇 这小家伙竟然比我还认真 他用力戳了戳雪宇的小脸蛋 小家伙居然一脸嫌弃地怪自己打扰了他上课 而慕丽尔也越来越看不脱这个小家伙 但他也用雪宇挡下了一波又一波女生的纠缠 就连阿纳尔想要抱一会儿都没了机会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五年 维尔男爵在给王后的信中告知 小公主在这里一切安好 她非常的聪明 见过她的人无不夸奖 她喜欢待在慕丽尔身边看书 不吵也不闹 安静的一整天 也很喜欢和阿纳尔在一起玩耍 她真是上天赏赐的经历 小女孩刚生下来就被亲妈送人 如今五岁的她聪明可爱 但谁能想到她居然是穿越而来 她用地球的童话故事笼落人心 并且发誓这一世一定不再做那个 无依无靠被人欺负的雪宇了 看着小雪宇给大家讲着 从没听过的小红帽的故事 她的养父母却觉得这并不是好事 因为雪宇看着就不像个普通的孩子 她太聪明太知心了 根本就是个小大人啊 蓝爵看了也是忧心忡忡 如果只在这乡下出类拔萃也就罢了 万一被奶的王孙大臣相中 只怕又要陷入朝堂的争斗当中 那时雪宇的身份秘密恐怕就藏不住了 正在这时房门被人敲响 穆利尔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说雪宇已经五岁了 应该要为她请得启蒙老师了 不知道父亲母亲有何打算 二老听了就是面面相娶 不知如何回答 穆利尔接着表示雪宇很聪明 只怕比我当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接受良好的教育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举国瞩目的人 夫人一听就慌了 那不正是我们最担心的局面吗 脱口而出就说道 我只想让雪宇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 此话一出 穆利尔就急了 母亲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不是一直把雪宇当作自己的孩子吗 但是却被男爵冷冷地打断 雪宇还小 这是以后再说吧 他们争吵的声音也引起了市民的注意 听说是为了雪宇小姐才这样的 穆利尔少爷向来很听话 没想到会因为小姐顶撞了男爵 这些话也恰巧被老三爱福利听在眼中 他本来就有些恼火 于是朝父亲的房间走去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恰在此时 砰的一下 穆利尔纷纷不平地走了出来 而他对弟弟的呼唤之弱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见此情况 爱福利的心中更是难平 为什么大哥的心里只有小汪 在以前的时候 母亲和哥哥们都很疼我呀 全家人的爱都在自己身上 但自从雪宇来了后一切都变了 没有人再关注我了 哪怕是自己饿了 母亲也只是打发我去找出娘要吃的 所有人都围着这个私生女团团转了 为什么她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我的一切 而就在这时 雪宇推门而入 爱福利咬牙切齿地挤出了几个字 我永远都不会接受你的 而这一下也是吓得雪宇愣在了当场 他失落地想到 人果然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这个家里只有他还对我耿耿用玩了 果然不管到了哪个世界 都难逃写家庭作业的命运 此时的阿纳尔悲痛欲绝 这么好的天气好想出去玩啊 他抱着雪宇哇哇大哭 呜呜 你是不是嫌弃我笨不会写作业 所以不喜欢和我玩了呀 雪宇有点无奈 这个哥哥哪里都好 就是恼人还不如河淘人大 他听说穆利尔因为自己和男爵吵了起来 男爵应该是担心我接受了优秀的教育 万一被当朝的大贤看中 到时候可能会暴露身份吧 而在史书中 我也确实因为暴露了身份 从而丢掉了性命 可是我不接受教育 就只能成为一个弱小的平凡人 因此穆利尔做的并没有错 可维尔男爵为了保护我也没有 但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的争执了 想及此处 他匆忙地来到穆利尔的房间 跟大哥商量着想要自学 聪明的大哥一眼就看穿了雪宇的心思 你是怕我跟父亲吵架才这样的吗 可你想没想过如果是这样 外人会猜测 因为你是私生女才被区别对待的 而小雪宇却表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知道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很爱我 这就足够了 穆利尔诧异地问他 你的意思是我也很爱你吗 小家伙立刻信心失足地说 当然了 穆利尔宠密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袜 放心吧 我不会再跟父亲母亲吵架的 不过你等着吧 我自有安排 转眼间几天后 庄园内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小雪宇好奇地在门口张望 来人是大贤者戴维博士 他希望穆利尔可以考他的研 进而在教育领域任职 所以今天是特意来问男爵夫妇意见的 听闻此言 男爵夫妇自然十分愿意 要知道戴维博士可是著名的学者 正谈话间是女端着水果走进来 意外地撞上了偷看的小雪宇 雪宇刚刚开口道歉 就被穆利尔喊了进来 被点了名字的雪宇有点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何让他进来 穆利尔却向博士介绍他 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我的小妹妹 雪宇为耳 但这却让博士都感到有些吃惊 没想到冷清淡漠的穆利尔 也会这么喜欢自己的小妹妹哦 闻听此言穆利尔却又板起了面孔 喜欢倒是说不上 只是惺惺相惜罢了 时间久了老师就会发现 我这个妹妹非同一般的 随后向雪宇招手 让他过来给戴维博士请安 当听到了戴维博士的名字 雪宇却是心中一惊 这可是金陵国的大学士 也是国王彻诺跟前的大红人 可是一旦跟宫廷沾上边 那自己的身份可就危险了呀 小公主刚出生亲爹就要答了他 幸好王后把他送出了王宫 如今五岁的他即将上学 可他担心一旦进了宫廷学校 被皇帝老爹发现身份那可就惨了 如今之际只有伪装成不那么优秀 他立马装成怕生的样子 这一举动让大哥惊诧不已 而维尔男爵也松了一口气 这孩子的反应怎么更知道我的心意是的 就见阿纳尔揪起小雪宇耐心的开导 你会被圆周虑后食味对不对 小雪宇却是呜呜大哭 郭郭 我背不出 阿纳尔背从中来 你不是我的妹妹 你把我的雪宇还给我 果然此举落在戴维博士的眼中 认为这个孩子也不过如此吧 压根如像努里尔说的那么优秀啊 蒙困过关的雪宇长长地说了口气 这样戴维博士应该就不会关注到我了 维尔夫妇也会放心下来 不过刚刚他们聊到了王后殿下 从出生后到现在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也不知道母亲还好吗 于是打算过去偷偷听一下 而这时大家正好谈到了春末皇帝 这些年来先后平定了各处的藩阵之乱 又将暗夜灵族等异服耐入麾下 当之无愧是我精灵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再加上王后殿下的怀柔更能安定天下 王后阿丽塔出身高贵 又温婉宽厚 是我精灵国之福啊 著名的诗人还写了一首诗赞美她 没有方言不忠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肠下永远不会凋落 直到脱口而出 薛宇这才惊觉糟了呀 居然下意识地念出了史书里记载的诗句 随着啪啪的一阵掌声响起 戴维博士亲切地问她 小姑娘你是怎么知道这首诗的 薛宇只有又开始装糊涂 是庄园里的游银诗人念过这首诗 于是便记住了 戴维博士开心地掏出来一封信 看来这份情帖最适合的人选已经有了 王后殿下每月都会举办宫廷宴会 如果殿下在得知一个五岁的小孩 都熟知赞美她的诗歌时 肯定会很高兴的 小雪宇拿着邀请函有点不知所措 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男爵 而男爵觉得虽然让雪宇参加宴会有一些冒险 不过这却是王后殿下举办的宴会 已经五年了 王后没再见过雪宇 这一次或许是他们母女重重的好时机 错过这次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便也顺势答应了下来 而戴维博士也很开心 既然如此 你们全家可要好好准备一下 接受王后殿下的宣剑吧 那么小雪宇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会顺利吗 可怜的王后刚戴下小公主 只因国王亲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 王后只有将女儿送出了王宫 如今五年过去了 小公主终于有了进宫见亲妈的机会 养母为其换上了好看的衣服 夸赞小雪宇真的好漂亮 话说自从维尔家族没落以后 这二十年来还没进过王宫吗 就连王提的阿纳尔都认真选起了服装 普通的帽子可配不上我这张英俊的脸了 而冷漠的大哥也认真学起了宫廷礼 全家人都在匆忙地准备着 唯独一个人在角落里无动于衷 艾弗里这个小导弹还是对雪宇充满的敌意 可小雪宇发现了郁闷的艾弗里后 竟是直接开口邀请他 陪雪宇去参加宴会吧 他心里想着我都这么说了 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不成想艾弗里这个老六冷冷地来了一句 切 谁要去 雪宇这个气啊 这个小屁孩的事可真多呀 艾弗里厌恶地摆手离去 不过心里却又想着 去了也行 爱也没有坏处 与此同时的王宫内 戴维博士正在劝导物质的国王 希望能够支持他的全民教育法案 扯诺国王却是不以为然 难道普通百姓与王族贵胄一样 都可以接受一样的教育吗 戴维博士只有耐心解释 王族们确实拥有非凡的血脉 但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中 却也有着一些人拥有不凡的天赋 臣就有一个学生出类拔萃 更胜于我 如果出现更多的国之动量 也是我精灵国之福啊 国王听了此番话 却也点头答应下来 戴维博士则趁热打铁 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臣的那位学生有一个妹妹 理论上她是不能上学的 不过她真的很有才华 可还没等博士把话说完 就被嫉妒业女的扯诺打断 一个女人读什么书 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 戴维博士仍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孩子真的很不一样 年仅五岁就能备出生辟的诗句 能否破例让她进入皇家小学校 而且此女也是贵族出身 维尔家族在先皇时期 也曾屡历战功 说完更是将学语的画像直接放下 彻诺不耐烦地摆摆手 行了 我知道了你退下了 等到戴维博士转身离去后 彻诺眉头紧锁地拿起学语的资料 但也只是看了一眼而已 便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很快就到了王后宴会的这一天 维尔男爵一家如约而至 傲娇的艾弗里到底还是跟了回来 小学语望着辉煌的王宫 她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妈妈的味道吗 五年了 我终于再次回到了这里 小公主第一次进王宫 差点就被金爹拿去喂狼 维尔一家来参加王后的宴会 阿娜尔兴奋地上窜下跳 从没见过的一族人 更是让她大开眼界 而冷峻的穆利尔也成了宴会的焦点 迷得万千少女神魂颠倒 男爵夫妇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王后殿下因身体不是无法出席宴会 哎 这次雪语是见不到亲妈啊 小雪语知道后更是失落不已 热闹的酒会对她而言毫无意义 她悄悄拽了下男爵的衣服 称自己想去下洗手间 心情压抑的雪语漫无目的地走着 史书中被送走的雪语 没有与王后再见过面 好希望下一次能见到妈妈呀 可不知不觉她就走远了 等到她反应过来 妈呀 这是哪里呀 上一世自己就经常走丢 这路痴的毛病怎么还带到书里来了呀 望着空荡荡的小梦 小雪语害怕极了 双腿经不住颤抖起来 突然 身后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她惊恐地回头望去 瞬间就僵住了 一个人影伸出大手向她抓来 嘴里还怒喝着 你是什么人 为何闯进这里来 小雪语彻底下傻了 她紧张得冷汗直流 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着 而这时她想起了夫人的叮嘱 进了王宫之后 除了王后殿下的问候 不要跟任何人说话哦 于是她闭嘴没有回答对方的问话 但当她仔细看青癌人时 吓得雪语差点当场去世 再挣住了一秒钟后 她转身撒腿就跑 糟了 糟了 好倒霉呀 居然遇到了那个大猪梯子侧诺 被抓住的话小命就完了呀 她迈开小短腿 疯狂地奔跑着 可是前面突然出现了五个彪形大汉 其中一人一把就揪住了她 小雪语手忙脚乱还要逃跑 可是下一秒却被递到了国王面前 就见侧诺伸出双手接住了她 雪语被吊在空中动弹不得 当她再次确认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彻诺后 吓得她小脸瞬间亲自起来 彻诺用冰冷的眼神狠狠地盯着她 那目光就像要杀了她一样 小雪语握紧了拳头 努力控制着不哭出声来 可是彻诺身上那可怕的威压太吓人了 简直就是魔鬼般的存在 大胆凋铃 擅闯王宫重礼 你可知道惊扰国王陛下可是死罪